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健康素养的直播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只要哺乳的妈妈都会有兴趣 妈妈的饮食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母奶 会不会跟她们吃的东西 我们吃什么会不会影响到她们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旁边 这是吴鹏玉营养师 我跟她的粉丝说,哈喽 好,我们现在用两个粉丝团做联播 那我先跟鹏玉营养师的粉丝说 哈喽,这是我的粉丝团 李婉萍的营养天地 那我的粉丝呢 来,鹏玉养生招呼 鹏玉营养师的朋友们 我是RD Payne,我是彭玉 大家欢迎来我这边逛一逛哦 对,然后之前呢 就是说我们在 一月吧,对不对 今年吧 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时候有一集就是 教大家如何用手挤奶 那一集就是很多妈妈的回应都非常好 都很想要了解说 到底就是挤奶啊 或跟我们吃有什么关系 那大家就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都是营养师 我干嘛请他来 因为重点他有国际秘乳师症状 所以我觉得就是请更专业的人 来帮大家做分享 那因为其实我跟鹏玉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营养师嘛 然后我们都会聊天见面 然后我们其实和写了一本书 因为他在核心诊所里头当营养师 所以我们和写了一本书 是关于整个孕期营养 还有跟苏宜宁医生一起和写 所以你们只要走进那个核心诊所的柜台 就会看到红色的书 叫安心怀孕育儿百科 我今天忘记带来给大家看 那我今天想要聊什么 今天想要聊的就是 先聊之前先跟大家讲 来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困难 今天就是看直播有分享回答问题 我们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就有机会来抽奖 抽什么呢 就是抽就是优酪乳 但是这个优酪乳的特别呢 它是由豆浆发酵做成的优酪乳 不是牛奶喔 是豆浆优酪乳 黄豆优酪乳 很健康 人家打扫都可以喝 对是一箱 好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朋友上线了 那我今天其实想要跟彭玉聊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妈妈吃什么 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母奶 因为你知道我生老二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大概生完老二 大概八个月还九个月 我跑去夏威夷玩 就是抛掉小孩子 就跟老公一起出去玩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记得你知道在夏威夷 因为是美国嘛 所以我们都会吃了很多起司啊牛奶啊 然后我就发现你知道九个月的时候 奶都已经白白的 然后我发现我那个时候的奶啊 变得黄黄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说哇塞 总会就是很有威力的感觉 然后再就是我们那段时间喂母奶啊 你就会发现我只要每次吃鱼多一点 譬如说我只要吃秋刀鱼多一点 虱目鱼啊 或者说像是鲑鱼啊 各种鱼只要多一点 然后你会把那个奶不是 我会把奶冻起来啊 嗯 挤出来然后去冰箱冰这样子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退冰 连我都觉得有一种鱼血味 所以基本上我们吃什么应该会影响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营养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有个疑问哦 你看我这么多的疑问 哈哈哈哈 就是还有其实 你喂过很多小孩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 妈妈们他们会问的疑问 就是说我抱着小孩子喝奶奶 可是老师觉得呢这个孩子都喝不饱 就意思就是就是未来未去 嗯对 像喂十分钟 喂五分钟要换边 然后换边完再换边 对对 然后就是未来未去到底在小孩喝饱了没 放下来好像一个小时就要再抱起来这样子 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 其实哦我们喂母奶 比如说你你喂完这一边以后 好他们都会跟你讲说 哎你要下一次就问下一边 对不对 可是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说那我这边喝完了 啊我这边都还是有奶 那我这边胀胀的那怎么办 那我要不要把它挤掉才能够喂下一餐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彭韵养师来回答大家 好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其实主要呢就是宝宝有没有喝饱 如果是新生儿的话啊 当然就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喝饱 因为你的宝宝还是实习生嘛 实习生嘛 实习生好受 妈妈如果是尤其是新手妈妈 你也是实习生对不对 你自己都不太会抱 那这孩子喝不到也不能怪他 对 所以就是大家先缓一点哦 慢慢来没关系 对 那如果说已经一两个月了两三个月了 这个时候我们奶量也高起来了 可是小孩子如果一直很频繁的患边 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哦 有可能会容易脏系啦 有的时候还有可能产生消化不良啊 便便还变成绿色的哦 然后很容易放出 哦对对对 我有时候会看到宝宝的便便会变成绿色 你知道大人都说 老人家都说那叫什么 刹青赛是不是 哈哈哈 小便你的台语比较好麻烦你 刹青赛 对 真的真的 他都会说你要收金啊 真的 所以晚上很难睡对不对 对啊 这个时候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的奶呢 其实尤其当奶量一多起来的时候啊 就有分成前奶跟后奶的这个差别 对 前奶就是说我们前面刚刚开始制造的奶 先做的奶 因为后面一直在继续做新的奶 所以已经把旧的奶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了 所以越靠近乳头尖端的奶哦 越越早被宝宝吸走的奶叫做前奶 那个奶里面呢 其实脂肪的含量稍微比较低一点 没有说没有脂肪啊 还是有脂肪 只是脂肪的含量比较低 主要是蛋白质跟乳糖 哦 所以就是说我们喂母奶的前面的那个时间 它都会比较是少油的 对 比较少油 所以如果你挤奶的时候啊 你直挤五分钟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看 对 哦那个颜色就会像你刚才说好像淡淡的 对 很轻轻的 很像脱脂牛奶这样子 对 买过脱脂牛奶就觉得它的颜色长得很不一样 对 大概就会是那样 好 我们先跟朋友打招呼 就是有看到凤凤 哦 还有Doris哦 还有传荣 哈喽 有谁有谁 有慧玲 还有妹哦 那 你呢 有Eva 然后还有那个Carol 好久不见 啊 你好 在南部的 我在南部的 好 所以要跟大家讲哦 要看这个今天看直播哦 回答问题哦 在这个礼拜天哦 直播分享回答问题呢 就会送大家呢 发酵的这个豆浆油落乳这样子 嗯 而且是黄豆做的 嗯 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来讲 就是说刚才彭玉说 我们在喂奶的时候 前面挤出来的奶 是少油的 脂肪多乳糖膏 脂肪少 脂肪少 对不起 乳糖和蛋白质高 对 然后我其实脑中是想对的 但嘴巴不知道为什么说错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所以那脂肪少 所以会怎么样 所以 吃不饱吗 对 它的热量就比较低一点 对 所以说 它里面比较后面的奶没有吃到 那它就撑不久嘛 对 再另外一个问题是 乳糖很多 乳糖很多 就会容易涨气嘛 是 对对对对 所以说 如果你左边喂五分钟 就换右边 右边五分钟 左边换来换去的 对 平凡换边的宝宝 有的时候会出现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知道 就是各位朋友 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宝宝很容易脏气 也许我们要去想想看 会不会是我们 喂一下这左边的奶 又立刻又换了一下右边的奶 没有让这个奶 可能喂奶的时候 某一边超过十分钟以上 对不对 十分钟 所以说可能一边的奶至少超过十分钟以上 你可能才能够把所谓的 因为最先出来都是乳糖 那大家有听过乳糖不耐嘛 那你乳糖太多的话 你都一直在喝乳糖多的奶 就会容易造成 宝宝有可能会拉肚子这样子 嗯 对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 就是要参考那样子 对这种状况拍嗝也拍不出来 因为它是消化之后才会产气嘛 对 所以它又不是说喝的时候喝到空气 所以你拍半天 你也没有觉得它有大嗝 是 它其实之后一直放屁很不舒服而已 对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诶哈喽有一个位瓜瓜 我第一次看到你耶 哈喽 你一定是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对不对 好欢迎你的 那我跟你说 彭玉营养师啊 之前啊 他有一集就是手机奶 好其实你可以往前放 往前播 或者是我之后 我会放YouTube里头给大家看 他有一集也好讲说母奶 如何用手把它挤出来 让你很轻松 我觉得那一集也讲得很棒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回来婉萍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他如果说 那我就乖乖的喂这一边 喂时间比较长 结果喂完一边之后 宝宝就吃饱了 就睡着了 那我另外一边很脏怎么办 对啊 那我就鼓喂了吗 对啊 基本上呢 如果是全新喂的妈妈 我们会鼓励妈妈追求 供需平衡 意思就是说 宝宝吃多少 妈妈就做多少 对 所以你不会做太多 做太多很容易塞奶哦 然后就是 对 然后很不舒服 到哪里都低 这样很不舒服 所以另外一边 如果真的很脏的话 我们就用手挤奶 稍微挤一点点 挤到舒服就好 不要挤到软趴趴 然后空空什么都没有 要榨汁出来这样 就是不用 只要挤一点点 让你自己舒服就可以 如果不觉得很脏 那就不用特别挤了 哦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以后喂宝宝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喂完左边以后 他也都吃饱了 不愿意再吃了 我们其实右边的奶 因为会有点脏 你就把那个用手挤奶的方式 挤出一点点 让我们自己感觉不脏就好了 可是不用把它挤到很干净 因为挤得越干净 它就会制造越多 可是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像我是上班族的妈妈 我有一种感觉我想要挤很多 对 然后把它挤在冰箱里头 我只要挤多少奶 我只要挤多少奶 真的真的 我是很认真说的 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 我知道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想法 哦就是 哈喽静怡学姐 对我们还在播 对 可是真的回家以后真的很痛苦 你都已经白天上班很累了 然后结果晚上如果你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你晚上不得不要起来追奶 有的时候就是宝宝都睡过夜了 妈妈脏奶脏到一个不行 还是要半夜起来挤 我都半夜起来 我都凌晨三点起来挤 妈妈你真的太累了 妈妈可以很轻松的当母奶妈妈的 真的是大家想太多了 才会觉得喂母奶很累 了解 好那我有个疑问 你刚才说那个前奶 对不对 那个前奶 我到底大概要挤多久 才会有后奶出现 后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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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 这个没有绝对时间的差别 因为有的 你看有的妈妈的cup很大 对 它一支奶 就可以装500cc好了 欸 它很大不代表 那量很多了 OK 就是它的容量很大 它又可以做出500 然后又可以装这么多的话 那它可能对它来讲 前面100跟后面100 就是一个比较级的差别 越前面的就叫前奶 越后面的就叫后奶 所以它不会说前面三分钟挤的是鲜奶 从三分钟一切断开始 后面全部的都变成是厨房 就是補负的这样 它是循序渐进的 老师有人问问题 好 呃 所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微微微微微量的 再来就是说 呃 我们去评估说这个缺点跟优点以后 还要妈妈停喂母奶 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OK是安全可以继续喂 不用担心 对 我知道你最近去弄头发了 因为有婚礼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 那林彦均问说 那一次一边轮流喂会比较好吗 呃 一次一边轮流喂是比较好的 轮流喂应该是 意思是说下一餐轮流喂 对应该是说 欸我早上9点的时候喂了左边 然后喂了半个小时之后 宝宝把这边的奶喝软了 对 那我的右边也没有觉得很脏 我就放着 那下一餐假设是12点半好了 对 12点半的时候我要抱起来喂 那我就先以右边为主 这样子的喂法是比较理想的 对大部分的宝宝来讲 懂 所以就等于是 其实是轮流喂 就是下一餐轮流喂 但是呢我这一餐如果喂了 我们就再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餐如果喂了佐奶 然后它也都吃饱了 你不用刻意再把右奶挤得光光的 空空的 你只要稍微把右奶挤一点出来 让你比较不会有胀奶的不舒服 就可以了 这个是针对全清味然后奶量OK的妈妈 有的妈妈呢是说 如果我要追奶真的是奶量不足 比如说你看完蜜乳顾问之后 觉得哇真的是不够吃啦 对对对 这个时候要追是可以的 那也有的小孩呢是他妈妈一边的奶量 本来就不够他一餐 哦我懂我懂 他就会吃到一餐 就是一边多 一边半 对 或是一边半 这样子 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妈咪很重要的是要学会观察宝宝 什么叫做宝 什么叫做饿 哦 可是你知道那个宝宝 感觉用你的嘴巴都在脏 哈哈哈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下次可以来讨论这个议题 但是呢 要跟大家来讲 我们今天重点要来了 重点要来了 大部分的妈妈都超爱这一题 对对 因为好就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那个小编你帮我念一下 因为有点反 那个字有点反 我看不清楚 什么营养素不会因为妈妈吃的食物不同 而有所差异 A热量 B维生素A C维生素C D反式脂肪酸 大家可以先猜猜看啊 对 是不会哦 这题有点点难哦 是不会影响 就是妈妈吃什么不会影响它 好那我们就是看直播做分享到这个礼拜天呢 就是我们有机会来抽奖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就该问这个彭于营养师说 那到底我们吃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母奶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发现我吃牛肉 我吃了起司以后 哇这个牛奶长得好黄哦 厚厚的一层油在上面 然后我如果吃麻油鸡 那个油脂量也会很明显 油会变得多 很明显就有腥味 腥味 有小孩就不吃了 自己奶就不要吃了 对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到 因为我觉得会担心哦 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给他吃足够嘛 就是不会担心我们自己挑食偏食 就造成母奶不营养 其实重点是这样子啦 我在妈妈社团里面遇到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都外食啊 我自己都乱吃啊 对 我的小孩的 就是我的母奶是不是会很不营养 是 那我就让大家来看一看 你吃了什么东西会跑到母奶里 这样子 其实有一些东西呢 对母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 可是有一些东西的改变就会比较多 对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这一张表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部分的营养素啊 就是 其实热量是不太会改变的 你整体的热量 不管你怎么吃这个奶呢 就是丢到机器里面算一算 它的热量大概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栏里面 会改变的东西 大部分的都是 脂肪酸 或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很多其实水溶性的维生素也会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颜色很容易改变 比较黄啊 比较白啊 有的时候是因为维生素A的关系 维生素A有点像是胡萝卜素这样子 会有点颜色 所以你会觉得它看起来不太一样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有说 有一些脂溶性的东西 所以像是脂肪酸 尤其是DHA类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你吃了很多鱼的时候 这些鱼里面的脂肪 就很容易跑到你的奶里面 所以你连味道你都会觉得 尤其是冰过冰箱以后 哦好心哦 有够心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恶心 就是我不敢说 都会跟那一罐倒掉算了这样子 对 所以大概是这一些脂肪类的东西 比较容易会跑到奶里面去 但是呢我会想要大家注意 往上看上面这一栏 矿物质大多数是不太改变的 是 所以不太改变的话就表示说 我今天吃很多的铁的食物 跟我吃了很多钙的食物 其实根本不会让我的母奶中的铁和钙有差别 对不对 对意思是说你的母奶里面的铁跟钙啊 大概都是维持恒定的 无论妈妈怎么吃 吃到便秘铁便秘的钥匙 就是也没有 你的母奶里面的铁都长得一样 不会变得更多 所以妈咪就是不用 因为怕小孩就是长不高 什么要增加钙 就吃了很多的钙 就狂吃钙这样子 没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 你现在吃的铁和钙 其实是为了你自己 对 因为其实在孕期在台湾 基本上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妈妈 是缺铁性瓶血 对 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就是 像我自己在月子中心 我就会跟那些妈妈说 如果你在那个 我们不是怀孕的时候 都会有孕期的营养品吗 如果你没有吃完 里头有铁有钙 你继续把它吃完吧 对 这个就是 弄个碗瓶说的很好 这是我第二个要说的事情 就是说啊 有的妈妈就是会觉得说 那既然没有分泌在哪里 那我就不吃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如果你自己吃的不够 但是母奶里还要维持恒定 那到底这些钙从哪里来的 感觉就是从我身上 就是从妈妈身上偷出来 这还是很重要 这还是很重要 所以妈妈会觉得 怎么越喂奶越累啊 越喂怎么越来越虚弱 自己的免疫力都不见了 反而妈妈很常生病 宝宝头好壮壮 越长越胖这种 超过这种妈妈的 妈妈好伟大 你吃的东西可能不全部在母奶里 但是你会需要为自己吃 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啊 这个绿色的菜啊 什么这些 可以提高能量的 让自己觉得 更精神活力百倍的 真的耶 黄还是绿 我有点 黄颜色 对就是比较 对它真的就是会影响到 对就是会影响到 它的颜色的改变 但是老师 重点是大家好像还是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题目的答案 有可能是什么 所以 因为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难哦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我乍看之下 我也答错了 我还有一点就是头 就是一头雾水 想说这题答案是什么 对 Ling问说 要为自己吃对的 然后Peggy已经分享了 谢谢哦 好 那我们把答案 哎呦 其实大家很厉害嘛 其实流 目前留言的目前都是流对的耶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吃什么 不会影响到妈妈的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不会因为妈妈吃的食物不同 而有所差异 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正确的字版 看小超小超 这里有小超 对 好 就是什么东西不会影响呢 比如说像是热量 有没有 就不会影响 热量是恒定的哦 所以刚刚有人问说 吃了巧克力 热量也不会变高吗 sorry 热量不会变高 可是里面的咖啡 也可能会跑到你的奶里面 所以 而且吃了这些油脂比较多的东西 请妈妈小心 奶不要变得太浓稠 有点塞奶 对 太浓稠会塞奶 其实热量不改变你的原因 大家就想 就是说 像有些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 就是他们都已经都是难民 就是说很瘦很瘦的鸡鸣 都已经吃不饱了 那他们怎么还可以用母奶来喂孩子 其实重点就是说 不管你多瘦多胖 可是你的奶会为了要孕育下一代 对 为了养活你的孩子 对 所以他还是可以让他热量都不改变 对 但是有差异是在于就是说 你还是要消耗你自己的热量 对 所以他们的妈妈会更辛苦 所以我们长在就是 已开发国家的好处就是 至少就是妈妈可以自己靠吃的好 所以可以让为母奶这条路 反而比较轻松一点 对 好 好 那所以我应该在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反式脂肪酸 你这边写了一个反式脂肪酸 对 而且我有打星星 是因为这十年来 我们才开始推说 反式脂肪酸是不好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 人家都吃完了 巧克力吗 好 最近的研究是发现说 反式脂肪酸也是会分泌在母奶里面的 对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限制妈妈不能吃炸鸡 没有说你不能吃甜甜圈 没有说你不能吃面包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说 这一些里面某些不好的成分 事实上也是会跟着母奶里面 一起跑到宝宝的身体里的 尤其它是脂肪酸 刚才有说好多有脂肪的东西 很容易进去 对 有人有问题 JC林他问说 如果真的想要吃巧克力 有比较适合的时间吗 呃 基本上就是 那就会是 妈妈自己的热量的管控啦 那再来就是说 不是每个宝宝都会 对我刚才说 巧克力里面的咖啡因这么敏感 那大部分巧克力里面的咖啡因 也不一定含量很高啦 对 所以也许你吃一吃 另外要注意的是 我 你说 对 巧克力里面有蛮多有坚果类的 有的小朋友会有一些些反应这样 妈咪可以少量的吃看看 如果你的小孩是可以接受的 你本人也对于体重完全没有任何的要求和控制 然后你确定这个巧克力的来源天然 就是经过少加工 那我觉得少少吃一点 好 其实我补充一下 就是基本上我还是会建议70%上的巧克力 虽然它比较浓 但是因为咖啡因它是可以被人体代谢 所以它大概的建议方式就是我先 我可以先吃巧克力 然后三个小时后 再挤掉 它基本上会在你人体代谢 那个奶中的咖啡因的量就会很少很少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先喂奶 喂完奶以后我再来吃 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等于 呃就是先吃 然后或者是后吃 但是后吃就是要间隔三个小时 让你的这个咖啡因在你的身体里头做代谢这样子 那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反式脂肪酸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厂商都很厉害 其实现在你看得到的标示呢 我还特别跟他说 诶你去找 我说你去找一下反式脂肪酸的盒子好了 结果呢我跟你讲 现在没有 但是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没有不代表就是没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食品厂呢 他把反式脂肪酸做一个胶质化 这个食品加工的东西 会让反式的那个结构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在质疑 这个东西进入体内 他在被切 会不会又回来反式的形态 所以像我自己在月子中心 我觉得我没有说什么不能吃 但是我唯一就跟他们讲说 你不能喝奶精的东西 虽然他做了反式的改变 但是我不能确保 十年后这个食品加工的技术 他会不会告诉你又不行 我也建议他们不要吃任何的饼干类 因为这个往往都会很容易有反式 而且我自己很爱喝奶茶 但是我会这样真诚的建议你们 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有点质疑 这样子 对 那其他的呢 所以就表示说 如果我今天水果吃不多 维他命C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很多做月子的时候 会觉得不能吃凉的东西 对我知道 你知道就是不能吃寒的东西 很多妈妈也都不能吃 什么奇异果啊 橘子是不可以啦 因为那太冷了 硫丁还能接受 可是这些都是维生素C高的 很多的食物 对啊 然后还有芭蜡不能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知道老一辈啊 因为芭蜡维他命C高 但老一辈说芭蜡很硬 你做真的真的真的 牙齿不好是不是 就是你做月子的时候 你吃很硬的东西 会把你牙齿给弄坏 所以请问一下就怎么办 我觉得是老一辈的人 钙质不够所以牙齿才会坏 这不能怪芭蜡 芭蜡是无辜的好吗 大家 看一下维他命C的话呢 它也是会影响 母奶里面的含量 但是基本上就是含量的影响 像维他命D也是 就是妈妈要吃到很高很高很高的量 宝宝才能够吃到一定的量 所以其实它的影响 妈妈的摄取量要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才会到达一个影响的标准 所以说像反式脂肪酸 是因为测出来蛮微量就可以影响 所以我们特别有打新号 是这个意思 那DHA的话这一种 我刚刚有特别的标 DHA的话也是很容易就可以测到有 就是饮食上面的影响 很容易就会有差 所以妈咪稍微还有再补DHA 或是有吃鱼的 这真的是很容易就有影响 所以大概是这几个 那血溶性的部分呢 每天我们自己大人的摄取量 也是差异性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会鼓励妈妈一定要多吃 多吃什么 多吃什么 维他命C多的食物 维他命B多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是你身体存不住的 你吃多了也会掉 但是你每天都需要用 而且这些东西是你带孩子 你的免疫力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绝对不能少 了解 宝宝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啊 对 然后呢 其实你知道吗 我之前看过我们台湾做了一篇研究 就是说 他就讲说 我这三天有吃鱼的人 跟我在怀孕 比如说我怀孕中期有吃鱼的人 想看母奶的差异 就证明就是 鱼油这件事情呢 就是你现吃现有 就是说你这三天有吃鱼的话 你的乳汁就会立刻反映有鱼油的成分 明天没吃就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明天没吃就 对对对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常遇的 那我想看看 就是各位朋友们 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疑问呢 对 嗯 好啊 就是说 可以 但是我想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 因为我怕等一下时间不够了 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就是彭育营养师 他在这个核心诊所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就是 你刚才说 9个月的奶嘛 因为刚才婉萍其实有问说 诶 都已经9个月了 很多医生都会说 啊宝宝胃前面半年就好了 后面就是奶也没营养 我们不要说医生啦 我们就说医护人员啦 不是医护人员啦 那个长辈也很常这样说啊 对 就是说你 比如说9个月的奶 大家有看过吗 其实都稀稀水水的嘛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长辈都说 啊你这边不营养了啦 你不要再喂了啦 那么辛苦不用再喂 有时候 只是长辈会觉得啊 心疼我的女儿 就是这么辛苦的喂奶 对 然后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我9个月的母奶 跟我一个月刚出生的那个母奶 到底颜色不同 营养价值 有没有真的就不营养了 嗯 那我念的paper啊 因为最近刚好就是 学校也有让我们逼迫 我们看了很多文章 对 所以研究是做起来哦 是说我们从 呃一出生的时候一个月 一直到一年 他是比较一年 一出生到一年 对 12个月的时候 那就是 这个比较一下米奶的营养成分 对 发现真的大部分的营养素 是有超微下降一点 大概维持掉了10%到30%左右 有30%也很多耶 30%的话就会很多 但是呢 热量基本上维持不变 哦 为什么呢 他可能某一些的营养素 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 这种东西 会稍微掉下来一些些 但是热量蛋白质 脂肪糖类 基本上总东西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让这个渗透压 这个是一个液体嘛 肠胃都要吸收 渗透压要维持一样 不然的话 你就很容易因为喝母奶 拉肚子 只要渗透压不对 就很容易拉肚子 哦 所以基本上热量是不改变的 但是 矿物质 维他命这些都有可能改变 对 老师有人有问题 传绒问 酸辣食物会改变营养吗 就是吃酸的或吃辣的 比如说我吃辣椒 小朋友的乳汁会比较辣的 会 哈哈哈 有的 就是如果你吃的是辣油 有一些香辛料比较重的 因为你只要这个香辛料的化学分子啊 是跟脂肪绑在一起的时候 哦 就像你会鱼油 有一个那个鱼腥味 鱼腥味 鱼腥味它其实只是一个味道 它是一个化学分子 可是它是跟脂肪绑在一起 所以它就一起进到你的母奶里 所以如果你吃很多这种香辛料类的东西 或是尤其像辣油 很明显的就是油脂类的 就会容易有一点点感觉 所以就会容易拉肚子 对 因为有些真的会反应 就是说吃辣的话 就会容易拉肚子 对啊 才是会有哦 所以再回来啦 所以大部分的热量 其实是维持不变的 然后其实我刚刚说 9个月或是1岁以后的母奶 虽然说大部分的营养素掉下来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可以喂呢 因为就是有一些东西会变多 什么东西 免疫的物质会变多 反而免疫的物质变多 对 可是人家都说 人家都说4个月前才有抗体啊 没有没有 其实母奶里面的抗体 是一直与时俱进的 现在在流感季的时候 妈妈不需要得流感 妈妈的母奶里面 就会有流感抗体 很厉害 因为它这个抗体来源是粘膜 只要粘膜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有这个流感的分子 妈妈这个的粘膜就会产生这样的抗体 好强哦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厉害的就是 你其他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会稍微下降 也是稍微啦 但是其实就是有东西会变多 所以我知道了 以后大家要跟就是其他人分享 就是9个月的奶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 只有就是维生素矿物质 维生素会少一点 所以重点要吃鲤乳食副食品 但是热量不改变 可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9个月以后的免疫 反而没有下降 所以你喂母奶 喂久一点 对孩子来讲最好的一点 就是增强它的免疫力这样子 好有问题 思晓宜问说 请问建议补充综合维他命吗 因为外食吃的比较精致 OK 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到 如果还有在吃就是妈妈 怀孕的时候的维他命这些 所以里面至少会有一半以上的东西 其实是补给妈咪自己的啦 然后另外一半才有可能说 有可能分泌在母奶里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像刚刚婉萍说的 是应该要加鲤乳食的 是应该要加上副食品的 然后一岁以后 因为宝宝会站了 可能会爬得更快到处摸东西 这个时候抵抗力才是更重要的 而且虽然我们说 好像我刚说维生素 矿物质掉了一些 对不对 但是研究发现在非洲的妈妈 对 尤其是一岁以后更要喂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母奶里面的维他命A 可以提供每一个小孩 至少三分之二以上 他们维他命A的需求 所以其实母奶其实还是有 就是不要去干净它 对营养素还是有维持一个 恒定的量 它不会真的掉得很夸张 不然那些小孩 他在外面根本就没有食物 吃到减素皮吃的 他至少还可以吃 确保他不会营养不良 真的 所以可见母奶里 不管你味道多大 都还是有一定的营养素 不然那些小孩都要死亡 对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就最后再提醒大家 看直播分享 然后在这个礼拜天 就是有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有抽奖的机会 抽这个优酪乳 那这个优酪乳的特色 不是牛奶做的 是黄豆发酵做的优酪乳 那我们今天直播 就非常谢谢我们的彭玉营养师 非常谢谢我们的彭玉营养师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蜜乳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欢迎大家的粉丝 有人有问题啊 对 依马问 请问每天喝红茶有影响吗 所以每天都喝红茶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可以在喂奶之前的时候 就是 喂奶之后的时候再喝 如果你在喂奶前喝的话 就是赶快挤出来 或是三个小时以后再喂 其实没有关系的 其实也有的小孩根本就 喝了有一点咖啡因的茶 也没什么反应 那当然我会建议 比较大一点以后啦 你不要在一两个月的时候 去就是测试它 对 其实应该就是说 咖啡因这件事情 有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 小孩子也是 所以他们有绝对的说好和不好 但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有喝咖啡 一天就最多一杯拿铁 那我那个时候呢 挤出来那一杯 有咖啡因的那一杯 我就会放在 跟保姆说 就是早上给我喂掉 不可以留在晚上喂 因为我不想要整 因为我不想要整自己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所以就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还有问题吗 很热络 好 OK 谢谢大家 谢谢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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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